2018年7月27日,23.28分55秒作者,红色库尔斯克今年坦克两项比赛中,中国96D型主战坦克最初采用的是土黄色的单色涂装, 但是最近爆出来的图片显示,等待参赛的中国坦克已经被刷上了红白黑三色涂装,这种涂装最初曾经出现在俄罗斯最新型的T-72B3M主战坦克上,国内军迷对这种比赛涂装非常陌生,认为没有过去的迷彩色好看,更像是俄罗斯的涂装。 一些网友甚至说,红色涂装的中国坦克,是不是红色油脚三倍速啊? 所谓红色油脚三倍速,是指动满高达0079中下亚驾驶的专用指挥官型红色扎古机器人,是普通机器人的三倍动力输出。 其实,这并不是正规的作战迷彩,而是参赛的专用迷彩。 这种涂装是抽签决定的,最初俄罗斯本队曾经采用这种涂装,当时俄罗斯队耍赖给别的队使用T-72B坦克, 而自己使用最新型的T-72B-3M主战坦克,还采用了这种红白黑涂装,可惜碰上了中国的96A主战坦克。 在火控、火炮射击等方面,全面败于中国坦克,之所以要采用这种涂装,是为了在赛场上,让裁判分清楚各队的坦克,与北约组织的坦克比赛。 采用各国自己的坦克不同,俄罗斯的坦克两项,主要采用俄罗斯的T-72B-3主战坦克。 只有中国、印度、白俄罗斯采用不同的型号,为了能够分辨清楚,最初赛事采用的是单一颜色的涂装,大红大紫好不亮骚,但是可能这种涂装实在太儿戏, 所以俄罗斯提出了多种迷彩图案给各队来选择,但是中国由于从一开始就使用自己的96系列坦克,所以算是这些坦克中比较特立独行的。 96系列参赛坦克先后使用过多种迷彩,但主要都是本国的作战迷彩,比如从林数码迷彩,荒漠数码迷彩,从上一届坦克两项开始。 在俄罗斯的要求下,中国最终还是融入到了比赛的涂装体系中来,去年我们选择了一种亮黄色的迷彩图案,这就很俄罗斯,这次运输过去的时候是刷到荒漠单色涂装,到了俄罗斯后,才换上了红白黑比赛涂装,我们相信,在占用了东道主曾经的迷彩后,中国队也一定会开挂加持,取得好成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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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